還有我的貓 還有朋友同行 台灣平均每年誕生 三十二個億萬富翁 他們全是靠著樂透 一舉翻身 但是呢 當然 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這樣的運氣 所以呢 坊間就出現了許多的 稀奇古怪的方式去求財 求偏財運 但是你知道嗎 用錯方法求財 反而會招來更多倒霉的事 今天要聊一聊這些 招不到財 卻招到厄運的故事 在很多年前 可能現在年輕人都不知道 那個時候大家樂盛行 因為偏財運 很多人就想到去墓地 就是那個公墓之類的 去逼名牌 但是逼出來以後 相對要付出相當的代價 這個事情呢 在現在這個年代呢 也只有楊秀慧記住 大哥 你說說看 這畫公平嗎 沒關係 只有我嗎 我對面還有一個比我年紀大的 只有我嗎 這是太不像話了 對 那時候 嚴重到什麼情景 因為當時我自己有在做 對 你現在做一個情景 你真的假的 你什麼情景 為什麼我做這個情景 我爸爸太安靜了 我怕我老爸簽到 最初沒有我補一塊來 簽到也沒關係 真的 所以以前簽到什麼程度呢 簽到說 我媽媽每次接電話 每天睡覺日式夜夢 都是在夢名牌 我媽媽有一次 人家打電話來說 喂 楊太太在不在 我說你哪一位 他說我要給他收你流利台 我說你稍等 我媽媽你的電話 我媽媽接過電話說 喂 什麼 蛤 我心裡剛才想說 他明明要收你流利台 應該聽說 你要給他補利台 他就補就好了 我說我媽媽 你怎麼這麼快 我媽媽就是這樣 已經瘋狂到這種程度 只要什麼有關數字的 他都會覺得說 這個是天機要報名牌 對 以前已經沒辦法 以前是問神 問本 什麼都來 好 以前都去聊天堂那裡 看沙盤 後來是沒有後 你後來就去找夢阿波 那你去找夢阿波 不能找那個人 有那個姓氏的 有什麼祖先的 有什麼子孫的 要無名的 要無名的 你看那個墓碑 就在地上 就一點小小的 而且那個墓碑 已經都損壞了 很久沒人拜的那種 或者是無名式的 或者是沒有名的 你就把拔拔拔拔拔 說你有貼嗎 他把你硬拔 就標示有貼 你有貼嗎 你肚子會有貼嗎 我幫你帶東西來 但是我有條件 你就花一個牌給我 你如果有條 我告訴你 我金座 金座 看你要在地上 他有豬碑 五步 金座 我小禮都沒關係 三四季 你給我出名牌 名牌有兩種方式 我有自己帶沙盤 你給我扶你 如果不然就是香 那個香菸有沒有 是 那個香灰掉下來了 香灰掉下來了 的圖案 紅蝦米 對 對 對 那你自己個人的福氣 你就去那邊 我們要戴手電筒 因為晚上那 身上是暗的 這要晚上去 對 一定要晚上 你是啊 他在睡 不要擦 暗心才有 你就拿著手電筒 你要看沙盤 幾號 你看的跟我看的 不一定會一樣 是 那你就要說 我一定要給你 我寫拔拔拔拔拔好了 結果還有一個就是這樣 你不說中多少 叫我中兩百 那你中兩百 那你中兩百 叫她媽媽 那不是嗎 那你中兩百 去那裡躺給她看 她媽媽不躺 那你後面如果我拿著 只要我再請她 給你看 那就有一個就是我爸爸的朋友 他就是這樣子 第一次他有讓她種 是 種大概十幾萬 以前當夏樂時代 十幾萬很可能 很多喔 很大了 他就很開心 你後面如果還給我拿 我一定要來幫你寫金牌 但是在金牌我不能放在這裡 我給你拔拔拔拔拔 你隨時如果有需要 你來幫我拿 反正就跟她講條件 好 結果就真的有種啊 也是種過 例如說一千二十萬 中二十二萬 他一定會想說 等於算兩萬 中二十二萬 哪有算到 我有什麼要跟你寫金牌呢 就不用嘛 因為沒有種很多 好 那他就覺得這個地方已經失靈了 他要再去另外尋覓 因為這個地方 沒開了 沒開了 他都沒有了 他有什麼地方 結果有一次他就發現 他媽發現有孩子 然後一直到他小孩生下來 大概八、九個多月 八個多月 他一直沒有再去那邊還院 他的孩子生小時候七、八、八 七會坐小朋友 八個月會爬嘛 對不對 他的孩子到血半 一歲半 全身像軟骨症都做不到 就是軟的 然後小朋友如果我們把它抱在身上 他頭也會硬啊 是 他在你這邊他都不行 他就這樣 是喔 一直到讀小學他還是都是 好像就是玻璃瓦瓦的 對... 整個軟骨這樣 他就在想說奇怪咧 他那時候有種名牌的時候 也有去孤兒院 也有去講 排米啊 那也有去捐獻啊 那為什麼這個小朋友這樣 後來左思又想說 會不會就是那個 種太少沒有去還院 二十二萬那個 那時候還傳說很多 求不到名牌啊 就做很多惡劣的事 比如說去跟土地公求 沒中就把那個砸爛了 是 求一些佛像沒中 就丟到河裡去了 最近就有啊 那時候有讓裡面那個 福德證神被打壞的一個 對啊 所以這都很惡劣 但是更惡劣就是在 就求不到名牌啊 還在那個 墓園裡面亂尿 亂尿嘛 對 這個應該很慘 這個我這邊有大概整理一下 台灣十間 求名牌最準的廟 然後這時間呢 我們去訪問過 這時間都有開出過頭彩 樂透頭彩 這時間是有開出過的 都開過 開過 因為當時廟公 廟房講 因為我們是那時候有個節目 叫做台灣進香團 就全省去訪 訪了之後是廟公自己承認說 我們有人中頭彩 第一間石定姑娘廟 石定姑娘廟 當然也知道 也算是一廟啦 那女師科廟什麼呢 因為女師科他是搶錢嘛 所以拜他是合法的搶錢 是新殿那個 對...新殿的 那八路財神廟呢 他是因為拜的是韓信 韓信就發明賭博的嘛 然後呢 十八王公是拜 大家知道是狗嘛 待會兒會講 那宜蘭的這個大樹梁姑廟 他會符號碼 就剛剛秀惠講 他那個沙盤會搖出號碼的 然後台中文財神廟 文財神就是比桿 比桿當時被這個咒王 挖掉新桿嘛 也就是說沒新沒桿的人賺最多 那他是什麼特別呢 他每一年文財神的生日的時候 他的那個車牌號碼 那幾個字一定會中 所以他紅布一定遮著 然後還有像這個 花蓮的吉安福德宮 竟然被偷走 因為太準了 那那個台南的這個 蔡姑娘廟呢 甚至主頭去求那個廟說 拜託你們不要再開名牌 我賠掛了 這間台南蔡姑娘廟 然後屏東水流石廟待會兒會講 那個這個是這個 竹葛亮的最愛 這個高雄的二十五層廟 就是我現在講這個 二十五層廟 就是那個齊金嗎 對 對...齊金那個嘛 那他就是其實當時是傳難嘛 對 那個二十五 他也是雲 就都是沒有嫁的這個單身女孩子 那就是他們的這幾個年輕人的 爸爸中獎 中了大概二獎這樣子 那幾個小孩就說 我們騎摩摩車去喔 那怎麼不錯啊 他帶女朋友去這樣子說 爸爸能中 難道我們不能中嗎 他們就拿了那個碟仙 去那邊求號碼 就一堆號碼嘛 求... 碟仙跑了耶 碟仙碟仙 請告訴我這一期樂透是幾號 跑了 跑...跑到73 號碼開73 哪有73這個號碼 他就73 真的是73嗎 是的話你轉三圈 還是三圈 怎麼會73 那第二個號碼呢 37 37有可能嘛 73不可能 開不出來 那你不能給我兩個號碼 我也不會中 我就算去簽六個喝采 也要三個號碼嘛 等一下會馬三圈 跑...跑到02 跑到02之後 他再給奧恩第四支號碼的時候 他就... 他就不停...不聽史幻 跑...跑出去了 跑出去了 就不講了 對 他們說 這個是不是有可能喔 73是7跟3 不是73號 那37就是7號3號 然後37號02 這樣四個號碼耶 他們就簽地下的那個 他兩個都簽 簽樂透簽 大家通通沒中 連37都沒中 那三個年輕人 跟那個女朋友就去說 什麼廟嘛 我覺得我們爸爸是剛好巧合 這個廟很爛 25俗裡廟 那有一個人就發動 就說 這個不准 我們尿尿 混蛋 他們亂罵這樣 另外兩個說 不要啦 不要這樣啦 這樣不好 管他咧 就有點喝酒的那個 撞酒仔就真的尿了 尿的時候很奇怪 尿的當天呢 他們不是載女朋友嗎 載女朋友之後 然後那個... 他們兩個比較不願意 做這件事情的事 開在前面 就發現那個 尿尿的那個人騎很慢 他就說 可不可以騎快一點 他說 我在騎啦 車子又速度很慢嘛 他說 他們就回頭看嘛 不太對 那個人騎... 那個人他有帶一個女朋友 可是女朋友後面 就看到 他說 怎麼後面有女的 他說 他們兩個是不是 想說晚上是不是恍生 再仔細一看 越來越多 而且還是拉著車子 他就覺得發不動 走不了 走不了... 他們兩個就很緊張 他就說 一出去兩個出車禍 因為我現在講 這個是新聞事件 這兩個人就被出車禍 就撞到 一個是撞斷腿 另外送到醫院 送到醫院很奇怪的是 那個撞斷腿那個當然就是 可能... 有點可能眾生殘障了 可是那個呢 送到醫院那個人 每天的血水 就滲透那個床 就好像泡過水一樣 就像當時的二十五十五米 被泡一樣 那這個人呢 就是那個... 尿是不是 那個人回去之後呢 很恐怖的來了 對他們大不盡 還會有什麼 淒慘落魄的下場 最精神的《限時報》 廣告後報給你聽 供品犯錯 簽證名牌也沒用 我開了一堆號碼這樣 他說 一定會動嗎 你確定 一定會動嗎 他說 如果你會動 真笑 真的阿童共骨 連三級共骨 我就把那個阿童拿來 我說不對耶 那個阿童共骨 拜什麼呢 那是台灣嗎 不是人家 你只要拜 他們就上網去查 好恐怖 連三級美國 我的嗎 很恐怖的來了 從他尿尿的那個位置 開始潰爛 天啊 全身潰爛 紅斑姓郎倉 全身潰爛 我們去訪問的時候 那個廟公公講說 這不能... 不能亂來 那個人現在已經死了 已經往生了 他剛剛不是想開73 3702嗎 這個要會更 其實後來真的也開了 是 因為那個小孩子是73年 3月7號 他兩天不是 這個不尊敬人家的事情 是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不過還有在這個 鄭哥 柏翔 柏翔要帶我們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有一種 稅關發財的改運法 其實應該這樣講 這個來源是來自泰國的 就是... 就是... 那看得到嗎 稅關財 對... 然後這間音廟呢 它是改良 它是...你看 它這邊喔 它是用... 黑白臉的 你看 它是黑白臉來辦事情的 看到嗎 有 所以它是用... 他請地址的醫生 那邊有 上來請 對... 就在馬來西亞 就在馬來西亞 大三角多說 開國也有 對... 所以它這間音廟是晚上11點 才開始辦事 對... 然後我朋友就是... 因為他玩股票玩得很兇 然後他就... 輸了很多錢 輸了兩三棟房子 然後連爸爸的家 差不多到 然後就聽到說... 聽到朋友說 有這間廟 然後他就去那邊說 要做一個儀式 好像把你做一個... 你的告別式這樣子 給你死 然後你重生 就是把你的... 脫胎換骨 對...脫胎換骨 把你的不好的運帶走 不過... 它做了以後 你看它旁邊有小棺材嘛 這小棺材裡面是... 一些小... 小的骨頭在裡面 小鈴在裡面 它藉由這種力量 是古曼瞳嗎 不是古曼瞳 古曼瞳又是泰國的另外一種 它就藉由這種力量 來幫你改運 是 躺下去然後穿那種... 它有那個... 瘦音... 類似像... 對... 對... 就幫你改運這樣子 像我朋友呢 他就是... 去改了以後 他以為說... 會好 會越改 他就越採 他的股票越輸就越多 前面都沒有贏過嗎 會不會前面好後面不好 沒有 因為這個呢 之後他就去找老師 看為什麼會這麼衰 因為這種... 這種碎罐財法是 如果你的命格不夠硬的話 八字不夠壯 八字不夠壯 不能做 所以不可以亂做 旺就更旺 衰就更深 對 很多事情你八字不夠用 沒那個屁股 別人都做中文 對 壓不過去 像以前還有電玩店 那個賭博姓電玩 那個是大家都要的 電玩店呢 他們就請英兵英將招偏財 對 可是一樣壓不住 我以前有遇過一個客戶 他是開這個電玩店 電玩店的老闆 那電玩店呢 他說最近業績很差 一天都輸好幾十萬 他說電玩店 不是有那個機率的問題 怎麼會輸呢 怎麼可能會輸 他說不是 因為那個大家已經玩膩了 沒有人要玩了 現在玩是什麼呢 是玩那種好像百家樂 日本人呢 發明了一台機器 同樣很重要 就是機器裡面有一副牌 用機器手臂發牌 是 那就跟人發牌一樣 可是你人發牌會被抓 你用機器發牌不會被抓 所以他就用機器發牌 可是你用機器發牌 跟人發牌意思是一樣啊 對啊 就是拔運氣的啊 就是賭運氣的嘛 然後他還沒有來找我之前 他去找一個老師 那個老師就說 你這個要求音的 他講對啊 神明不可能保佑你賭博 對 他說你先去音廟 音廟什麼 有姓公啊 百姓公啊 萬善爺啊 是 這個這些都屬於音廟 求求求 就請一大堆音兵音將會 剛開始呢 一兩天贏 第三天開始又開始輸了 不夠再去請 音兵音這樣請過人那怎麼辦 去那個亂葬綱 亂葬綱就是 就是像那個秀慧姐講的 那個沒有人拜的 五祖的孤兒 那個最靈 那個最靈 因為他沒得吃 沒有錢花 他最窮 又沒有人祭拜他 他就最需要 你只要 條件跟他談好 他又去請 這次請回來 有 贏了一個禮拜 第八天開始 又輸了 又開始輸了 到最後還是輸 一個月總結下來 輸了幾百萬 不行 後來 還找我 我說 你這個 我就先去他店裡面看 我說 我感覺你這個店裡面 客人是大概七八位 可是我感覺 店裡面人很多 感覺好像好幾十個 幾百個 臉... 臉膽滾滾 很熱鬧就對了 我覺得人很擠 我說 你看看 坐不住 很... 很多人 我說 好... 我就說那我回去 然後他又說 那怎麼辦 我說 你這個 如果沒有把這些人請走 這些好兄弟請走 你這個很難處理 他說為什麼 我說因為他在這邊 不走了 他在你這邊 你們上班都會燒紙錢 初一十五也會拜拜 有的吃有的花 他不會離開 營氣太重 可是呢 他不會幫你辦事 因為他不受你控制 他本來就是無阻的 本來就是自由自在 有來有去的 他怎麼可能會受你的控制 而且更何況 你是老闆 你不是法師啊 他也不會怕你啊 對啊 他說在這邊吃定你了 那怎麼辦啊 他說難怪 我最近都睡不著 晚上好像有人在壓我這樣子 他說對啊 後來我就幫他做 我就灑鹽米 把福燒在鹽米裡面灑灑灑灑 他說 喔這個很 因為電很大嘛 他說灑完了 他說灑完了 灑了三個小時 你不能光灑那些這樣 可是呢 從那一天以後開始 他就覺得 精神就變好了 好多人 對人就運氣就開了 我說那你 因為你是老闆嘛 那我當然做就是做你啊 做下去開始就 本來就是 贏 可能贏 贏十幾萬 輸輸 好幾十萬 是 贏贏一點點 啊輸輸 後來就慢慢的 贏贏很多 輸輸變少了 但是這個喔 人家說 人無功德何以求乎啊 你如果賺到錢 最好是改行 那不然你要捐一點錢 做善事 雖然這不是不義之財 但也是不勞而我 是 所以你們還是要 最好還是要 還是要做善事 對啦 那秀慧姐 是 鷹神開了名牌 大家認的時候開了名牌 可是牽中的時候 並不代表你是好運喔 是喔 不管是鷹的或是神明 你說要給人還願 你就一定要做得到 是 那因為有時候有的牌 比較就是 我們就是去做了一個 在桃園的海邊 一個小小間的一個 鷹廟 然後就是眼中了大家去嚇刑 那時候我爸爸就是 阿西康樂隊 大家都叫我老爸 給他穿一個箭包 然後我們去做 那個公主就跟我爸爸說 我跟你說 今天晚上 因為他們晚上是不開牌的 那也沒有再讓人問事的 就為了你們 今天有來的藝人 那包括樂隊老師 你們不要走 那個他叫楊將軍 那個神叫楊將軍 楊將軍說要特地問這些人 你開牌給你們這樣子 你們有福氣的就可以得到這樣 好 那就都做完了 流水席嘛 都辦完了 人家都走了之後 就把那個公廟的門關起來 然後我們這些藝人 那廟很小 陰廟一般都很小 對 今天是他用冷鞦 冷鞦就是兩個人 開轎 開一個小的轎子 開一個小的轎子 然後他在桌上卡 那整間 因為你要有煙 那個工具才會蓋架 是 分工就在洗工了 分工 那個工具還沒蓋架 你怎麼會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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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為當時 當時有個中士 有個當家的花旦 是 那時候很有名在中士 是 他演那個 就是白蛇娘娘 非常有名 我現在不要講他名字 因為他已經那個 然後當時因為那廟小 他很愛簽 然後看不見 人又洗臉 洗臉子 又散 很擠 然後就爬到上面去 人家在卡牌 他就在桌上這樣看 這樣看是最明顯的 我們在底下 都要這樣鑽來鑽去 都不用他這樣看 好,那個 冷藥子 頭一個就寫一個 這樣 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想說這樣子 這樣子 不能講 不能講 你看到什麼牌 不能講出來 因為那是每一個人的福氣 我看九爺 也許你看七 七、六 對啊 因為那他們有講說不能講 因為你會干擾人的福氣 你看 我沒有猜對 被你影響 不可以講 我們就看這樣 你快拿爪來寫嘛 每個人都 應該都是寫九 九 然後他要 再寫一個 來 他用來 九一 他還在撞 他一般以前大家樂 九九是天空牌 最大可以開在九十九號 怎麼還要寫 不是 輸一支牌而已嗎 他還有那個意思要寫 因為他沒有停 是 還要寫是要出幾支 還要等 他就敲… 敲好久 之後他就寫一個一 幹嘛 不然又停一下就這樣 又這樣 又這樣 五 那這 這是字嗎 不是 大家就這樣 你看我看 這是什麼 你後來就想說 會不會就是九十一號而已 那個姊姊姊哥 不知道什麼後來都被打 被打 被打這樣算了 就是三年了 三年了 不然他寫一個 拿到賣好了 有人就寫九一 有人寫一九 有人寫一九 有人寫零九 零一 一九 什麼都亂打 那一票人 大家就說句 就那個當家花誕 他就打電話 跟我爸講說 阿西亞… 他叫我爸爸阿西哥 阿西匆… 我中了六十幾萬 他中了六十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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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我就中了九一四 你怎麼拚 你就拚四 他說 不知道那什麼東西 也不像圓圈 他就好像寫一個口 口不就四話嗎 他說他就出 他說阿西亞 你如果有圓 因為在滿遠 桃園一個海邊 就很遠 人也很稀少 如果有圓 我要去給他寫金牌這樣子 那因為那時候 我們就很多人都做廟會 工地秀 那時候我們真的 那時候我當小歌星的時候 一個月可以做三四十幾萬 每天都要跑場 那時候又有搭家 那個又有六合財 真的啊 大家都在寫心 沒台沒錢 請身體健康的也有 有喔 我就一天一天都在做 就可能有一次 然後我爸爸就說 那個我高雄有 有陰的一場工地秀 我們來高雄做工地秀 就叫那個當家花旦 那他說 我說 我不敢坐國內的飛機 沒有 冷氣 這拖我不會壞 因為它是我爸爸的基本腳 那我爸爸有陰的 四頭都叫他 沒有 這拖我高雄飛機 我不敢坐冷氣就好 我做雞人 他那天跑基隆 他習慣性跑場 都會叫一個計程車 那個計程車司機都 就是他高雄在駕 都會載他高雄 高雄在駕駛 時間要到了 已經八點半九點半 就整整場就會都沒有了 來不及 八點半的車失去了 失去了 失去了就說 要如何他就把他停在路間 又下雨嘛 他說 我快下來看看 那個停在路間 那個司機就把引擎蓋打開 然後就拿鎖電筒 一直看裡面是到底怎麼了 那因為那個 當家花旦坐在裡面很急 他說快點 你一直看我要賣服 要高雄沒人就耍電 怎麼辦 他就下來說 這是怎麼樣 他剛好兩個頭就在引擎蓋底下 他頭才伸進去 有一個超車的 超路間的 痛 從後面把他轉 剛好那引擎蓋兩個 就蓋到他的頭 兩個當小 轉 然後就送到醫院去 對 沒有 沒有生命 後來那一天他們就講說 這實在很難鑑定 因為他簽914嘛 914說大家會撩去死 是 是 諧音啊 還沒有去還原 諧音 是不是這個原因 一直到現在就是 大家很傷心 後來我們就不簽大家了 也不要去求音的名牌 接下來這個就好笑 因為他買出了貢品 我贏我 開出來的名牌 開了 也中了 但是不能用 對 這真的演藝大哥 我就不方便講他一句 是... 你大概是那幾個 對... 我們先講他是簽什麼 是... 也是大家的還樂和才 應該是那個... 地下的樂和才 那大家也知道是誰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是不老的喔... 我知道 我知道 然後就是 我們是去十八王公廟去訪問 十八王公就是說 因為其實十八王公是 十七個人跟一隻狗 對 那那個狗就特別有靈性 因為牠是很中心 中全 所以有人講說 黑狗那隻狗是很會報號碼的 那你要怎麼拜呢 就問那個當地的阿嬤 阿嬤就說 那個狗啊 很喜歡吃肉掌 他要... 難怪十八王公那麼多肉掌 對... 吃肉掌 然後還要拜香菸 因為香菸那個... 其他十七個人要抽啦 那狗要聞到那個香味 就會跟著人走 所以要有香菸 要有肉掌這樣子 那因為這個演藝大哥呢 之前也是跟著他的師父 到處在簽 那個水流石簽了 師父種他就沒種 他就覺得很奇怪 後來... 你講得很明顯耶 他就講得很明顯 這樣明顯喔 有從頭看得到現在為止 是不是非常明顯 對 完蛋了 還可以繼續講嗎 可以 因為我聽到的是... 觀眾不知道 觀眾不知道 然後他就... 那個... 當地廟公講說 他就去了 去的時候去了好幾次 那十八王公沒有機身的 那弄得很... 他就很煩你知道嗎 他後來就是說 去外地找了一個機身 因為十八王公本身沒有機身 對 那就找了一個機身去 就是機身說 我就缺這道 這道讓我翻身一下 我拜託你 你感覺好不好 他那個... 那個阿桑一去就開始... 開始叫...狗叫... 上聲... 他說... 就開始講 阿桑我跟他講 他真的那個香菸也買了 肉粽也買了 就開號碼了 我開了一堆號碼這樣子 他說... 一定會動嗎 你確定 一定會動嗎 他說... 如果你會動 你連叫九聲 他... 真的啊 他怕... 他怕那個人講錯嗎 沒有確定 對啊 他會確定 阿桑說你說真的 不要騙耶 他要花錢請他阿桑來 阿桑說確定 他說一定會動這樣子 那就好啊 那就簽啦 他就想說 不要掛一六萬嘛 他也問阿桑是六合彩嗎 他說是 六合彩他簽一期沒中 會不會是下一期 六合彩大家都什麼都簽 通通共固 連三期共固 他就把那個阿桑找來說 不對耶 你跟我講會中 怎麼不會中 他說不可能耶 因為我是不知道我講了什麼 因為我被槓桿了耶 那你...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中間過程 有什麼疏忽這樣子 他說不可能啊 我都記起來 我都拿筆紙給你看 他說這不可能耶 然後... 那不然我們去當地問一下 問那個當地阿桑阿桑說 那你會不會貢品拜錯 什麼錯 那你貢品拜什麼呢 我就拜肉桑跟香菸啊 那香菸是什麼牌子的 香菸我就拜那個三五的 我做愛吃的比較厚的那種 紅色那種 三五 那是台灣的嗎 不是啦 那是美國菸 你等一下 他們就上網去查 好恐怖 連三期美國都中 啊 美國熱透 美國熱透 三期都中 我都沒一支香菸喔 是美國狗 他不是 他拜的是 美國香菸 所以他動的號碼是美國啊 因為你拜過菸啊 他以為你要 美國的 對啊 不然你拜... 你拜的是那個美國香菸啊 我聽到大哥講 我快笑死了 真的是...真的假的耶 真的 所以要拜過菸啦 大哥... 大哥... 你的笑話真多啊 來 這麼講 養小鬼是不能嘗試 就像剛剛講的 對 不夠硬是真的會出事 因為其實養小鬼呢 在泰國來講 很多人誤解 就像剛剛請偉大公 我是不是顧蠻童 其實顧蠻童就是一些... 什麼蠻童 古蠻童 古蠻童 古蠻童就是一些... 小的那種... 那些像小鬼這樣 對 就是一些夭折的小朋友 然後他們就是一些正廟師傅 把他們操臨 然後你供... 你供回去 其實你去泰國 你去看每一家店都會有 或者是每一家家屋都有 有地方有在賣 其實都很... 很普遍的意思 對 很普遍 對... 這個... 長相並沒有統一 這個算是... 有陰的啦 這就是... 陰有陰私有 你確認很多女裕人 也是有請這種陰私的 也有請那種古蠻童 對 就是有聽過... 台灣啊 那個... 他的師妹我去過他家嘛 那也是一個港姓 那去他們家 他們家的時候 進去他的房間 他那時候住在那個 喬治工商那附近 門打開有一個很奇怪的味道 那個味道是像 臭豆腐很臭的味道 可是你又找不到味道 所以一看 他電視機上面就有一個小小的 然後就像剛剛那個是用一個 綠色的水泡的一個... 對 那個是陰私有... 對 他們... 就是前三年一定會很好 那三年好到不行 可是後來就是開始有很多事情 你求東西很準 可是只能三年 三年之後就會反事 你們是那個港姓姓梁的嗎 就是嫁到美國去 然後... 那個不跟他結婚 他生了三個小孩才不跟他結婚 他有去... 他就是去了... 他... 澳門那個 他用那個音室有幫他開運 有拍出來嘛 有... 他是幫他開運 他公開喔 他... 後來有那個... 他不承認 他不承認 江頭師把他的照片公開出來 江頭師有跟他講說 江頭師說你... 因為他想要嫁到很有錢人家裡 然後他說你一定拿得到 但是三年之後就沒有了 沒有 因為他是那個時候是十五歲 他... 他簽了一間經紀公司 很大的經紀公司 那之後他就... 跟那個經紀公司鬧翻 經紀公司就要... 要他賠錢 然後他就去求說 他那時候運很差 然後他想說 他希望說可以找到一個金規序 幫他去解決這個... 那個最大的金規序 對... 可是問題是... 所以他... 照你這樣講都只有三年嘛 最多三年了 那為什麼這人都要去求這個 你想想看 你要知道他... 以那個梁小姐來講好了 他現在測了對不對 可是他... 然後三年費多少你知道嗎 對 幾十億耶 他是沒有起 他只是用鷹絲油開運 幾十億 剛剛我們一開就講了屏東 對 拜那個會有意外的收穫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難 南部著名音廟 連綜藝大哥都深信不疑 到底有什麼特別之處 逛到之後告訴你 常做善事 財運自然來敲門 過年之前他去拜了藝廟 藝廟就是當地人在捐官 他就很好心捐了一百負 他印象最深刻就是 他有捐給一個 全頭髮很白的一個老人家這樣 你看他在招手 有看到一個人嗎 衣服 我的嗎 我們可以看到這是哪裡 這是那個廟的... 廟的那個... 在屏東 對 對... 他這廟非常有名 那你可以看 這個是我拍的 就是那個諸葛亮的旗字 明主持人諸葛亮謝忻達敬獻 證明這個廟的確是 有讓他開過投載過 那為什麼講到這間廟就是 這個也是一個新聞 就是我們去訪的時候 因為我剛剛說 那十間廟都是開過投載的 那就是有一個小... 我孤隱其名他叫小池 一個妹妹 小妹妹他沒有成年的 沒有成年的時候 他是年輕的父母親 生下來棄養的 結果是阿嬤 阿嬤就照顧他 那阿嬤是那種清潔工 清潔工那根本就養不太起 這樣子 就很辛苦 那小池也很上進 又每次靠那個考試 拿獎學金這樣子 結果阿嬤一天病倒了 病倒的時候很奇怪 阿嬤從病倒開始 每天尿床 每天尿床 那小池也沒有能力 就請社會局來幫忙 那個阿嬤從那一天尿床開始 每天講的話 他都聽不懂 講那個口音都聽不懂 就是完全不是台語也不是國語 都聽不懂 也不像天語 就是好像另外一個國家語言這樣 就一直 那病情越來越嚴重 社會局就介入了這個關心 就一看 哇阿嬤是甘來莫起了 所以太吵了 太累了 那怎麼辦呢 怎麼辦之後 然後那個社會局 就是有三星人士 因為新聞一出來之後 那個小池新聞出來之後 他這個新聞怎麼會知道 就是小池就是他每天沒有水 可以洗澡 他就到那個公共廁所去洗 洗了之後被人家發現了 然後就報社會局 然後家長知道 新聞就出來了 然後後來就是 有三星人士 把阿嬤送到醫院去了 送到醫院去之後 那個醫生就幫阿嬤看病 那阿嬤已經迷留了 還是講這樣 還是每天尿床 那個醫生就問那個小池說 小池 你阿嬤是台灣人嗎 他說 對啊 他講的話不是台灣話 他說那講哪一國的 他講韓國話 他說那醫生怎麼知道 因為醫生他是那個 學過整形外科 到韓國有去進修過 他知道這個東西 那我們當時 那時候訪問的時候覺得 講到這裡我覺得 好像滿匪夷所思的 就一去之後呢 阿嬤就開始講話了 阿嬤迷留講 他就說 叫小池用韓國話講 結果真的是韓國話 就叫他把那個棉袄 家裡那些棉袄割開 有一千塊這樣子 那一千塊要留著做事情 然後呢 我能給你沒有什麼 就是死亡證明書 那死亡證明書的號碼 你要注意 講這樣 那講了大概兩天之後 那個阿嬤就故事了 故事之後 那個小池就不懂 就問那個醫生 問那個社會局說 是什麼意思 那社會局當然不可能講什麼 那醫生說 我建議 你要不要把五百塊拿去 買一下那個樂透 搞不好你阿嬤真的有預言這樣子 就一買就是當地種一千多萬 一千多萬就是那個水流師廟 那很震撼嘛 那那個號碼怎麼來的 就是那個死亡證書的編號 照那個籤完全種 那為什麼會講韓國話呢 這個水流仙姑廟 這裡面他原來的那個女生 是韓國的一個高黎人 清朝漂流到台灣來的 就是他就是往生之後 垂著那個木頭飄在台灣的啦 他就是講 所以講韓國話 那你說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就是小... 因為阿嬤知道他去世不多了 所以他到了水流仙師廟就求 就說拜託拜託 期望你照顧這孩子 因為這孩子很聽話 就沒有想到這個水流仙師 給他這麼好的一個 一千多萬他就 就是不擔心 這個後半輩子的那個學 起碼可以好好活下去 一定可以活下去了 所以那個 說是不是求偏才一定不好 未必 因為這個是很正念的嘛 可是他這個 跟一般的不一樣 對 一般是真的為了求賭博嘛 他這個不是 他是求說 讓我的孫女可以好好活下去 所以比較不一樣 而且有聽說那個 就是另外一個演藝大哥 的太太 到這個廟去 就是KIGA 因為這是廟... 廟姑娘 演藝大哥的太太會KIGA 沒吃到... 沒有幾個 對啊 你講得很明哦 我這樣很難過了耶 廟方講的啦 他說KIGA 因為剛剛那個... 我剛剛講那個拿洋菸那個人也在 那個大哥也在 那幾個都在 你知道看哪裡嗎 看他的胸部 他胸部會符號碼 他會熱... 熱的時候就符號碼 符符 簽中了三獎 兩次 大哥不是在旁邊一直打巴掌嗎 沒有啊 他們就說 就很奇怪 就是都會看他太太這邊符號碼 聽說符了三次 兩次中獎 那都在這個水流仙石廟 所以為什麼諸哥亮會... 而且諸哥亮這邊躲了一陣子嘛 諸大哥這邊躲了滿久的 後來才跑到台北來嘛 這個廟其實幫助他滿多的 大家講啊 財很重要 其實沒有酷也沒用 對不對 所以財運OK 但是一定還要有財庫 有財沒褲 沒有用 你... 你先進去你賺到 有財沒褲 有褲沒財 對不對 財不利褲 褲不利財 財不利財 對 你在罵雙胖嗎 大難領口 大難 對啊 所以這是財跟褲 你問老師就知道 這絕對不是開玩笑 就是一定有連帶關係 為什麼人家賺一塊 可以賺到變五塊 結果我賺五塊 先買到要買十塊 對 所以你錢都留不住 所以我有個... 我從以前 這是我想說 就是在一間公約拜拜 那個師父每一年的頭跟尾 都一定會幫我補財庫 他說我這人天生 就是會有漏財相 那因為我賺的錢 就特別辛苦 我沒有很財 我這人真的沒有很財 正財 這樣 只有正財 沒有偏財 對 沒有偏財 所以人家找我做什麼生意 我都不敢 一定會虧的 所以我們那個師父就是年頭年尾 有時候比較運勢比較不好 年中他有幫我補一個財庫 然後呢 就是今年 就我遇到一個老師 那個老師跟我講說 你今天運氣真好喔 我黑白說我今天換太歲耶 他說 你不知道 不是每一個人換太歲 都會衰運耶 不是每個人換太歲都會血光 不是的 大好大壞 對...大好大壞 而且他說 你身上有紅光 他說我身上有紅光 然後就很莫名其妙 我今天不是換太歲嗎 然後呢 那天就錄了一個節目 然後呢 錄完那個製作單位很貼心 他說 就是開心的日子嘛 那一人就發一張刮刮樂給我 然後他會當場現刮 然後我就刮刮刮刮 有人沒中有人中兩百 我是那一天中最多 我刮到兩千塊 不錯耶 然後用那兩千塊 又去換了十張 那一張兩百塊嘛 是...我又一直刮 每天都得到兩千多兩千多 我每天都刮十張十張耶 這超好玩的 然後那天又去錄了一個 博藝的節目 那是藝人自己在競賽 那是真正有獎金的 那一天競賽當中 我第一名我就得了五萬塊 因為你應驗了 不是你犯太歲 就是會有什麼衰運 對啊 但是你如果補財運 補得好的話 那你功德做得夠 自己也夠認真的話 我覺得老天爺還是會試這個 財運而已 對啊 但是最重要的是財庫 因為現在很多人沒有財庫呢 也不是說都恐怖 但是就是賺的錢呢 留不住 對 就會一直花... 對 這個也是沒辦法的 所以說這個財運 固然要有 財庫很重要 是 接下來我們又要 我們又要往東南亞走 唉唷 鄭大哥 佛甲 泰國人有比佛牌更靈驗的鷹牌 什麼是鷹牌 我們看到那個 泰國都戴那個佛牌 對 有些人戴這樣好幾個 對 那泰國其實是很流行 對 不過有分鷹 有分羊 鷹牌長什麼樣 鷹牌其實有很多種 鷹牌不過你是在看它的 它用什麼都要做 這也算嗎 這個 這也是古饅頭 這是古饅頭 不過這是因為它有油 它有鷹絲油的 下面那個油就是 對 然後通常這種鷹牌都是用 墳墓的泥土 那種醬頭絲 去找七個墳墓的泥土 把它捏出來 然後做出來 還有人型的 對 還有人型 或者是用一些女生的頭髮 一些亡死 車禍十八九歲 那種 什麼東西啊 對 然後把它泡在那個 鷹絲油裡面 然後你就去向它求 不過這種東西就是 像你講的 它會跟著你 一直... 就像我朋友 他求了以後 他後面就是 那個女生 向他逼明婚 因為他說他這一生 他沒有嫁過 他就死了 然後他幫他那麼多 所以 他希望說他可以 嫁給他這樣 是不是也... 也牽扯到說 如果說你這個人 八字可能不夠縱活什麼之類的 你也是不能帶的 對 你帶人馬上就 還沒有先得到財 你就先卡陰卡炸了 對 會... 也會炸來一些 對啊 有的人他的體質不一樣 對 比較敏感體質 靈力體質的 他就不適合蓬這些東西 製作過程是非常豐富的 他就是用一些棺材釘 那種埋了幾十年的棺材 是用那種棺材的木板 把它雕出一些... 一些可怕的形狀 一些... 頭髮 死人的頭髮 是亡死的那一種 怨氣很重的 要求... 要求... 就求這種 車禍死啦 墮胎死啦 不過我覺得還是 如果真的 你很想要 藉由這種方法的話 我覺得還是求一些神佛 對 如果你有這個命 你就求得到 對 如果沒有這個命呢 你就趕快多做點善事 看能不能 因為做善事什麼 可以得到一些 改變 不一樣 對 可是就有人你看 像捐棺材的 是 就捐到有好處了 那這個是有靈異V8的 做善事 還有我的嗎 對 有靈異V8的 那我有把這個照片帶來 那是... 當時我們節目有一個這個 抓鬼特工隊 那觀眾提供的 是 他叫張書明這樣子 那這個是他的媽媽 是 這邊有寫嘛 這邊還有那個 東插聲新聞的畫面 然後提供者是張書明 民國83年5月12號 在內湖的家中這樣子 那這個張書明是怎麼回事 他就是... 他來參加我們的這個影片 是說 他的媽媽的姐妹就是阿姨 是住在加拿大 是 那過年很久沒回來了 沒回來之後 然後回來台灣之後呢 那就是...大家就小玩幾 小玩一下 那小玩一下之後呢 很奇怪 因為麻將我是不會打啦 那他們聽他們講說 玩那個最小的 那10塊20塊弄 一個晚上輸了快10萬 不太可能吧 不太可能 因為我不太懂那個 你10塊20塊怎麼... 不太可能吧 打到10萬 就說他... 那打到脫幹什麼 那個張... 張先生講的意思說 他媽媽從頭贏到尾 那那個阿姨就說 你們是不是有裝監視器 是不是有炸毒 那怎麼會一路輸 他說沒有... 你自己看 就一直玩... 那當然自己姐妹嘛 姐姐妹那不好意思 贏他10萬 好像只拿了5萬塊這樣 5萬塊之後 因為這個張書明就是 他有把他拿那個家庭V8 這樣拍 拍... 拍完之後寄回去加拿大嘛 就去加拿大之後呢 然後那個阿姨呢 隔了沒多久 打電話來了 難怪你會贏 他說... 怎麼說呢 你明明就有個賭神 站在你旁邊 賭神幫你出牌吧 打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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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V8 他...張書明拍了V8 連剪都沒剪 就寄到那個加拿大去 對 他寄到加拿大去 那阿姨回家會看嘛 而且他還擺了一陣子 那看一下那個... 在台灣跟自己姐妹玩...打牌 那... 因為他還有剪一些 旅遊風光什麼的 那一次 看... 後面再一個人耶 是人啊 對... 那站那個人也很奇怪 張書明的家裡 他那個家裡是三樓高的 那外面是... 那個陽台是空的啦 那反正就拍到之後 然後那個... 那媽媽說不可能啊 怎麼會這樣子呢 後來就研究 那個媽媽就說 因為他剛好在過年之前 他去拜了藝民廟 藝民廟之後當地有在捐官 捐官就是那種 就是剛剛講那個 五祖的那個師弟 那他就很好心捐了一百戶 捐一百戶 他也沒有... 他就無所求啦 不是說你要給我偏殘 沒有這樣講 他就說 我們家人健康 做善事啦 對 我們家人健康平安這樣子 那他印象最深刻就是 他有捐給一個 全... 頭髮很白的一個老人家這樣子 因為那個老人家 死狀比較慘 那因為都沒有人認養 就是... 反正就是他有... 做了很多啦 捐了一百戶 那我們看這個照片 這是張書明他家裡 這是第一張 你看他媽媽在... 這個媽媽在打麻將嘛 對... 好 你看他在招手了 看得到嗎 在招手 這是窗戶 這是窗戶 我剛剛說的它是三樓的空間 因為其實我們 這是動態的啦 我們去看的時候 其實是外面陽台 是沒有地方可以踩的 好 再來看喔 有看到一個人嗎 衣服 有 白頭髮 我們把它放大喔 再次強調 如果你心臟不是很好 就不要看這張照片 有沒有 白頭 白頭 這個白頭髮 衣服就站在那個 而且它是半身 只有半個身體啦 它不是全部 它就是飄在那上面這樣子 然後現在 因為我們現在看的是靜態的嘛 它動態是什麼 他媽媽不是打麻將嗎 他本來摸這一張嘛 那個人的手伸長 我示範一下 你打一下 他這樣也很打麻 你摸... 摸 他完全沒有知覺的 他在摸 就是後面那個人在摸他的手 要幫他 幫他摸牌 幫他打牌這樣子 他就是 他就覺得 那天有如神助就會打得都對 這樣子 沒有 我們今天在講這個事情 是告訴各位觀眾 你可以去求財 都沒有問題 但是呢 你的方法要對 對 還有呢 你的心態要對 對 就算你今天求到財的時候 記得 一定要去做善事 做善事 其實你常做善事 你自然會得到善報 對 你甚至你常做善事 你不用求搞不好都有善報 對 但是你一天要做壞事呢 你去求 求到這個膝蓋也跪到 見過了也沒有用 沒有用 沒有用 還有呢 你用了不對的方法呢 其實剛剛我們都有講過 你用了不對的方法呢 或者是你疏忽了 你可能得到的報應 是你當初想像不到 是 所以在這邊還是跟各位講 雖然我們今天介紹 這麼多求財的地方 求了財 還是要用正確的方法 正確的心態 而且當你這個得到的財的時候呢 在你做得到的情況下 多做善事 真的 有捨才有得 好不好 祝大家都有一個很好的財運 但是呢 是正財 而且是做善事 所以說